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被拿来当成是电力尖锋或是机组跳脱时的调度电源 而且不是特例 根本就是常态 这个发电量竟然还偷偷藏着 没有纳入在年报当中 监察委员认为这就是在使用核电 很批台电 你要用核电就光明正大的用核电 不能够对民众说那是备用的电源 那么先前赖清德说要让核电可以当成备用电源 那套句监委讲的话 民进党如果想要用核电 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说出来呢 的确 这一次真的被监委给揪到了 那么监委已经找到了这真正的问题 居然是台电为了要缓解供电的压力 调度了核二核三的什么 核二核三的气涡轮机组 但该机组是作为电厂的紧急电源 就是说电厂本身也要有电 懂吗 因为电厂很多的设备 很多的重要的机组 它是要靠 它也要靠电啊 那电从哪里来 你不用核电 它本身也要有其他的发电 好 所以他们本身是有这种备用的 紧急用的 给核电厂用的电机组 而这个机组是作为电厂的紧急电源 2020年到2022年 竟然有18个月 长达18个月 被调度来工作电力的尖锋 你说扯不扯啊 这也太离谱了吧 机组跳脱的调度电源 俨然变成了例外 变成了常态 你真的想都想不到 所以翻箱倒柜 还说不缺电啊 连核电厂的紧急备用电源 都被派上用场了 而且长达18个月耶 这不就是被监察院揭穿了 民进党最大的谎言吗 而这个发电量根本没有纳入 电业的年报 变成了黑电 我讲的这都是监察院正式纠正的暗文 所以监察院说 既然政府已经不用核电了 那你要税修 你本来就应该预备电源 如果你要用核电的话 就要光明正大的用 而不是告诉民众用备用电源 好啦 所以了 那放了核电厂可以研议不用 继续用你不好好 光明正大的用 去偷用核电厂的紧急电源 可见得台湾真的缺电的非常严重 赖清德在5月28号 被台大学生问到的时候 还说规划停机的核电机组 维持未来可以紧急使用 就在非常紧急的状况的时候 还是要动用核电厂 那你就是没有办法做到非核家园嘛 那就不要再吹这个牛了嘛 好 日本现在宣布最快8月的时候 就要正式的开始排放福岛的核废水了 那么因为这件事情 日本自己的国内都炸锅了 我以前说过很多次 日本自己的渔业总会 他们自己都反对 因为会未来污染了整个太平洋的水 那现在日本的东北三线的县民 也提交了25.4万份的联署书 表示反对 要求政府要暂停排放核废水 所以连日本人都在强烈的反对 反而我们政府静悄悄 他的周边韩国中国大陆也都一直拿出 非常强硬的态度 那么日本的这个 大陆驻日本的大使就讲了 核污染水排海是缺乏正当性的 那么国际原能署的评估报告 是不能成为排海通行政的 好 那我们的原能会则说 日本会高 政府会高度的关注废水排放 一天到晚都是会高度关注 你是吃瓜群众啊 每天就盯着这个YouTube吗 盯着手机看一下在干人家干嘛吗 将强化因应作为 反正永远都讲的是空话 软啪啪的 从来不敢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 可是我们看到不只是大陆 韩国我刚讲了 一直态度非常的强硬 所以日本首相安田 在下个礼拜 就要亲自的去会晤 韩国总统尹席月 当面跟韩国总统来报告 说明这次的安全性 而且在六月份的时候 更会在他的隔壁 的幕僚会议里头指示 要向国外郑重说明 征求谅解 但是呢 台湾软啪啪 不吵不闹 人家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那么我们未到日本 就如此的大步的退让 那要反核 你就反核到底啊 如果民进党真的反核的话 第一个不要偷用核电 第二个你要反核实啊 你要反核辐射水啊 怎么都是只让我们老百姓 没有电用付出代价 然后呢遇到日本呢 就马上自动的就把反核神主牌 给下架了 这算什么呢 侯友宜直求对决 他表示只要国际专家认证 安全万无一失 就可以重启核四 不过绿营群起围攻啊 包括了吴思瑶委员 他就发文说核电厂离台北太近了 呛侯友一事 拿生命当成儿戏 但网友就挖出啊 2014台电工程师 就举出了国外的例子 像是瑞士的首都 距离核电厂只有13公里啊 比利时的杜尔核电厂 距离最大的港口 安特卫普只有一核之隔 赖金德他挺台独 却不敢讲台独 然后呢想要用核电 可是又不敢挺核电 结果就是让绿油友们 继续来把持光电吗 民进党不断的贩卖核电的恐惧考量 到底是全民的安全 还是更考量绿油油的荷包呢 霍伟哥怎么看 在2020总统大选呢 有两个人被国家机器 还有网军给围剿 第一个是赖金德 第二个是韩国瑜 赖金德在党内初选 都已经投降了 公开呼吁蔡总统 你的网军不要再攻击我 赖金德还说国家机器 不应该介入民进党的初选 赖金德的话就投降了嘛 跑去当副总统 接下来呢 这个网军跟1450呢 就把韩国瑜整个打趴 这个就是2020大选的故事 我请问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幼儿园那个案子不算了 因为那个本来就是一个案子嘛 不管你要讲它是喂药或喂毒 它本来就是一个重大的案件 你看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民进党的国家机器 跟网军有动作吗 我完全看不出来 他们还没开始动作 何伟宜已经趴了 这还不够紧定 如果说他们已经疯狂的围剿 然后何伟宜被打垮了 我还情有可原 根本人家都还没动作 你就已经这样子的 那很奇怪啊 刚刚主持人是比较善意的说 直球对决 我跟大家报告还有25天 为什么讲25天呢 这是侯伟宜之前公开承诺说 7月会公布他的能源政策 现在不是7月嘛 7月不就剩25天吗 所以我每次听他讲这个 我都心惊胆跳 刚刚提到的和安跟和费 这个怎么可能会解决呢 谁能够百分之百的保证和安 然后和费要你要放哪里呢 你怎么会去选这个题目 我就不晓得到底是谁教你的 我们有四个核电厂 核一 核二 核四都在新北市 核三在屏东 我请问大家 我们就做个假设 假设就这样子选下去 反正你们说不能换猴嘛 然后侯宜就说我打死不退嘛 那我们这种说要换猴的就变猪头 没关系 反正我本来就猪头 好 那我现在假设 最后明年一月十三号开票结果 假设侯宜以第三名作收 得票率可能十几二十 反正第三名嘛 你不要问我第一名是谁 我也没兴趣啦 那我请问你 民进党会不会比照 二零二零的模式 在新北市推动霸猴 我跟你讲 民进党像尖割这种理性的人 是少数 民进党很多坏人 他们是割喉割道断趁你病要你命 你选到这样子 你参选到底 你抛弃新北市民 结果你拿个第三名 我不罢免你 我干嘛 到时候就有We Care新北出来了 民进党你看幼儿园的案子 你看那些新北那几个民进党 那些小朋友不就这样子 他们已经磨刀祸祸了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选赢 然后又回到这个结局 就我刚假设的这样的状况 那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刚坚哥讲的 侯友引要去听说 为什么连国民党的基本盘 国民党的支持者都不愿意支持你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不是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为什么国民党支持者不想投给你 而是说会跑去支持柯文哲 或跑去支持郭台铭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不是正然吗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要怪谁 要怪柯文哲还是怪郭台铭 还是要怪赖清德 不是 你是你的问题嘛 所以刚刚坚哥讲的 你要赶快去找韩国瑜 你本来就应该道歉 人家郭台铭都道歉了 你凭什么不道歉 对不对 那四大公投你躲起来 你为什么不道歉 今年三月的南投补选 选前之夜 蒋万安到的 张善政到的 卢秀营到的 你就是不到 你凭什么不到 你告诉我 你当天有什么事情 你讲啊 你没事嘛 就跟四年前的拳代会是七月二十八 在新北市办 你说我行程很多 我好好做事情 结果你看 观众朋友 你看这个报应快不快 今年的拳代会是七月二十三 又在新北市办 那你觉得其他国民党人要去吗 你觉得韩国瑜应该去吗 韩国瑜去我就骂韩国瑜 你骂好了 人家四年前放你鸽子 你干嘛现在热脸去撤他 撤他的人屁股 他又不跟你道歉 对不对 所以主持人 我没有任何对的 你说我恨铁不成钢 我也不这么认为 我是说你国民党 你就是最大的在野党 你应该是把民进党政党轮替 是要靠你 结果你选成这样子 你去年那个2022不是大胜吗 赢了十几个县市县市长很开心 为什么现在这么快的 这么短的时间 你的民调就变成第三名 所以不要去怪民调 自己要想想看 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像你去丢这种东西 我不认为这个叫何能对 这个直球对决 我这个我觉得自己挖洞 自己跳 我就期待韩国瑜 如果没有换韩国瑜的话 在未来的25天就7月 我看你端什么猜出来 然后你要同时 特别我刚刚强调 核一核二核四都在新北 你何能没讲好的话 你看你明年会不会被罢免 目前执政党的这个叫做 能源政策 真的是蛮有问题的 蔡总统前两天出席 工商协进会的会议时 还大赞了 像台这几年 台湾的绿电成长了五倍 结果工商大佬直接打脸 说台湾不只是缺核电 而且也缺绿电 现在政府鼓励用 所谓的低地利的地来拼绿电 农委会就说去盘点 说彰化有一些低地利的地 但是盘点范围的时候 光是像大城 方苑 据说可以盘点出 921公顷都可以拿来 这个低地利电 要拿来做光电吗 结果被民众发现奇怪了 这921公顷叫做低地利的地 结果怎么跟国土计划 划设的优良农地重叠了 而且重叠范围高达600公顷 那请问这600公顷到底是优良农地 还是低地利的地呢 学者就痛批从农业角度来看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低地利的农田 只有到底有能种植适合的作物而已嘛 那政府要盘点彰化的低地利的范围 可会不会就到时候造成了 我们的光电毁农的状况 又再彰化发生呢 台南被黑金光电 不是已经弄到乌烟瘴气了吗 难道现在要把这黑金光电 搞到全台湾到处都是吗 乙丁委员 我们来看看那个明镜的2025年 它的光电要达到20GW的这个目标 20GW是什么概念 我这个数字 它是中研院他自己拿出来的数字 台湾如果2025年 要达到20GW的话 我们太阳能装置容量的土地密度 是高达0.56MW 在每平方公里 这其实是德国2025年目标的2.8倍 这是日本2025年目标的2.24倍 我们不要跟英国比了 这是英国2023年目标的8倍 也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光电板会夺高的密度 我还没有提到 我们知道台湾 其实光电板不能在山上的 光电板就是在平地 我们平地只占我们台湾的25%左右 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数字 还要再乘以大概4左右 这就是什么叫做遍地光电板的概念 它当然跟农地抢 它不跟农地抢 跟谁抢 我们来看看光电跟核电的差别 光电它每发一度电 它要的面积是核电的至少100倍 甚至到1000倍 以台湾的现在光电厂跟核四来比较的话 高达1000倍的土地 但真的不合理 当然要跟农地抢 一开始民进党政府提出了农电共生 下面种香菇 结果发现很多都种没有办法 鱼电共生 发现鱼虾背也养不大起来 现在我们伟大的农委会跳出来说 不用农电共生了 不用余电共生了 直接滴地利 滴地利什么概念 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用种业 不用养了 你直接农地就拿来盖光电板 请问一下陈吉仲主委 你到底是农委会主委 还是能源局局长 你的工作应该是要捍卫农地 我们农地这么宝贵 我们台湾不是缺地吗 工厂不是缺地吗 不是缺工厂吗 我们农地可以随便拿来盖工厂吗 我们农地可以随便拿来盖居住的建筑物吗 不行啊 我们这个光电板 我们说绿电好了 我们的风机 有哪一根风机插下去不用还平的 我们的光电板竟然不用还平 这真的是太夸张了 再来我们来看农业 其实农地它要转换成农地的话 它其实要经过相当的程序的 竟然可以两家以下都不用再经过 不用送到农委会了 这真的是太夸张 完全是直接放弃农地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wards 请不吝点赞